话说赫磁现在他摆烂了呀 打黄翼这个团伙呢 强度不算大 但是呢 奖金又很高 美滋滋 赢得多 输得极少啊 看对局吧 这把没有踢好 完了要吃三连 黄翼这个团伙 现在是群殴啊 应该说是围殴啊 围殴和老二啊 再推个做辞 重拳打圆 小心 站一只赫磁 直接升龙 就这么死了 曾经的八神王 怎么变得如此 不开一击了呀 这些怎么肥四啊 二发千贺 要干净角落 这一波没有推吗 好 跳西滴 倒地 下A 好 下地漂亮 距离控制的相当的好 再推出此 刚好再打乱动 完了 又被打晕 磨了磨了 玩犊子了 二哥 为什么这么猜了呢 我们看看他大门是不是也那么猜了是不是也拉跨了啊 你一体拉跨 进不了身了不让你近身了哎 战逼突然抓一个这波千贺巨人没反应减一个啊果然减一个啊震一个啊里头过去漂亮啊 老二已经进入了我的这个声控制中 好 还行不错啊 这把算是比较顺利哈转折点在这个占逼之后跑抓 快一个脚来一波下A 抓天地反之后快 哦呦危险 好干了一个 好 踏一脚 哎 下壁抓 非常的nice啊 假装要震哈 但是猴子你不能震的 你震猴子的话就找死了 特别是在角落 这把有反三的机会啊 哦 拳脚们耍杂技来了 不太妙 进板边了 好 这波盾防还可以 哎呦危险 好抓一个 拍一个 头上扶头上扶哎呀 没中 没抓出来 好落地再抓爆气 后卫逼阵嘛 跟反小跳 站一个 踢一脚 再来 居然打的真气 动不了啊 这个水门很一流嘛 好 点赞接着看啊 养成好习惯 那水门的话 有时候他打出的招 让人家不好预判啊 也是有机会 能够取胜的 来 生龙 空防一个 哎 这个距离你敢冲过去吗 怎么想的 这个距离 我感觉发布签字更好啊 好 葵花一个 嗯 抢葵花来 再掏一手 好 想续航一下 想偷一个下盘 这个跳CD虚晃 是想骗对手的刚CD的啊 继续贴身 而千赫也是很怕被贴身 一直在跳 一直在撤 后跳 好 呜 这一波没抓出来 还来了一个 极限的骗 滴滴啊 这一步真的可以的啊 意识只能说顶尖了啊 不但没有被抓 而且还可以下西再骗步阵 虽然说这一招是违规的啊 好 下地踢过来 嗯 刚回去 嗯 新一个胡臭 好 抢得不错 来一波 哎呦 这一波 好 连续两次都没抢中啊 被这个 黑鹤 也抢了 好 看大门 一个气不好搞 摸一摸响性声吗 好 站B 哦呦 完了 闪生 好 这下终于中了 来阵死他 嗯 嗯 没问题啊 K 又得一打三 摸一个 来吧 拍了 来吧 头上扶了 还敢跳吗 这个距离不太好 再刚哎 好了 二的打法还是有点怪哈 虽然说拳脚挺不错的 但是有一些距离处的有一些招看起来有点就是杂技的感觉啊 然后卖血抓一个挣一个啊 还想编尸编织手法不行啊 互相试探 嗯 来 怎么说 空防吗 空防吃晚兰之山了 好想服 站了 哇 敢跳吗 他老二的三四六三西弄得不错呦 哎呦 反抓 这把危险 踢一个 嗯 再踢一个吧 先打冷凍 干一个 好抓敢不敢 呜呜呜 呜呜呜 好 可以 卖血一个抓 漂亮 好 不然就消消灭走掉